中超联赛武汉占平重庆两江禁忌的背后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网友热议一针剑写的指出 重庆现在还能上场都已经不错了 如果一些球员不想踢 可以早点回家过年去 反正最后几轮你俩也不会降级对吧 剩下几轮你们继续这么踢 就看一下赛季 球迷能进场了 看看到时候有几个球迷进入支持你们就完事了 在昨天还为你们说话 觉得你们不容易 被欠薪老板太没有良心 支持你们讨薪 但是看看这一场比赛你们踢的啥 人家河南恒大哪些队不欠薪 人家都好好踢比赛回报球迷 让老板看到 到时候他们薪水讨回来了 你们还没有 我们球迷也不会帮你们说话 也不会同情你们的 看看你们踢的什么玩意儿 对得起吗 如果我是你们俱乐部老板 看到你们踢的这么懒散 我更加会拖欠你们工资了 这两个球队踢球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养生足球 就担心这俩队没有职业道德 老板会继续拖欠工资 武汉真是丢湖北的脸 身为湖北人特别讨厌今天的武汉队 不思进取比训练赛强度还小 老板更加会欠薪了 什么叫破门乏术 这两个垃圾队慢悠悠到球根本不进攻 或许三天一场 两队人员底子不厚 能倒脚就不错了 还是看泰山吧 人员轮换多 还能跑 估计他们是想早点联赛结束回家过年了 这就是职业球员 看看国外的联赛 马上圣诞节了人家 圣诞节当天有比赛 还坚持认真踢比赛打比赛 篮球足球都是 人家圣诞节不重要 比中国过年还重要的节日 对老外来说 这就是职业道德 本场比赛 双方球员在后场无限倒脚 一上身体就倒 进攻就是失误 全场都在散步 论场面难看中超也是独一档 很难想象 如果都没有外援 联赛会怎么样 最近看了几场中超 战术和个人技术都没有 除了犯规就是长传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是不积极 防守的龟缩半场 也不上抢 进攻的就在自家半场倒脚 倒了半天就是一个大脚长传 然后失误 交换球权 这种场面整场都是 中超联赛我们不谈技战术 就谈观赏性 中超联赛观赏性 是世界倒数的联赛 还不如人家泰国 印度 马来西亚 日本三级联赛 美国以及联赛好看 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联赛吸引力就慢慢下降了 防守我方只需要摆大巴 反正对方外援看住就没事了 进攻我方就无限大脚 找沙漠的外援前锋 反正他拿的钱比我们多 再这样下去 中超真的以后开放了球场 也不会有多少球迷去了 不谈技战术 但凡积极一点 比赛场面也好看多了 说白了体能储备垃圾 不敢那样跑动 怕60分钟就抽筋了 真的 尤文图斯前几年老妇人时期 也没有这样慢 现在球队除了长传就是犯规 不积极 没看出有什么进取心 都是瞎踢 拿到球权就大脚还回去 我看了半场比赛 我都不知道这两个队在踢什么 中国足球真的完了 至少在这批球员退役之前 我看不到一丝的希望 整场比赛我见不到 他们有一丝一毫竞技体育的精神 武汉队没有必要与重庆队力拼 刘一线以后好见面 还有一层关系 因为重庆队前身是前卫环岛 武汉队玩成功不过还是保守了 大宇记住 伤输得起 后面的比赛一定要催枯拉朽 还是黄子昌 刘云 薅俊敏 外援前锋 四个在前场配合 轮番冲击对方效果最好 只要把后防人一加多 中场就很空 进攻就是长传 两个前锋拿球再攻 效果非常不好 这一场可能是武汉球员太疲劳了 十天四场没有轮换 一分也可以接受 罗毅真的可以退役了 跟李行一摸一样 走着踢球 拿球就横传回传 怪不得队长给外援了 武汉队还真是先丢球了 才会打出流畅的进攻 0比0的时候太保守了 连续四场都是这个样子 就担心现在李金宇三斧头已用完 七号罗毅连打中甲都不配 整场养生足球 薅俊明打整场就是个笑话 薅俊明组织进攻能力在李行之下 整个团队离心离德不信任 李金宇团队走不远 对此 大家怎么看 好 久保持没有 好 好 好 来